这是第一个 以后我们移到六角 刚才相对的方法是一样的 只要你点的这个出来之后 再整个好像这里有相机 它就算透了 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精密度的条 的参数给它这样的 它角度啊误差的尺寸误差 还有这个是分数 现在我们印刷机里面的参数是一样的嘛 你要严谨的还是宽松的 这样的嘛还是普通的这样的 这样我现在选的是自动挑选的 如果你给它呢 那就是说最严谨的吧 就是说要要 它可能说有点 这里如果有点脏啊 或者说它的孔不圆 它可能会呃 失败 现在 这个因为是单板参考点 我们就是说呃呃 我愿意选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参考点就是来 我刚才说了 就复制拼板的时候用这两条 就复制拼板 就复制拼板 哦 哦 中文字幕 李宗盛